大政治 大包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政黨惡鬥 Shut up 無色覺醒 Wake up 觀眾朋友 您好 我是周宇晴 大家午安 我是王悠正 好 大家今天看到我們的棚內 今天再度的請到了 屏東縣議員蔣月惠女士 她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民進黨政府千萬不要 只要跟你站在對立面 你就要抹黑 打壓 說我的不是 而且千萬不要想去轉移焦點 好 今天我們當然也要來談談 大家看到上週五的時候 又發生波七的事件了 怎麼民進黨政府 是一再的縱容獨派人士 那麼在波七之後 那麼這些人在法庭裡面 看到如此之囂張 真的是讓人覺得瞠目結舌 好 那麼但是我們的官員 卻認為說轉型正義太慢了 那麼也難怪 他們才會這樣的有恃無口 那麼今天有人反對波七 結果看到有小老闆 慘遭圍剿 結果被迫關這個臉書的 粉絲專頁 那麼再看我們今天來到 現場的蔣月惠 他保護屏東縣的居民 但是卻遭到質疑 羅騰元梅利案 而且還被說成是作秀 請問人家最起碼作秀 就也做40年了 一直在幫助別人 那你們呢 現在只要是說了這些綠營 不想聽的就會被攻擊 綠營針對蔣月惠 果農 文大的學生 不都是用這一招嗎 最終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轉移焦點 在今天節目 我們要好好的談談 現在對民進黨政府來說 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對的 但我不喜歡 我就抹黑你 透過媒體來抹黑你 蔣議員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他出來選舉 他去拉小提琴 他去賣衛生紙 通通都是為了 羅騰元裡面的孩子們 為了羅騰元裡頭的怨聲 有些是肢體障礙 有些是金帳 為了照顧他們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一咬跟一哭之後 大家才發現 才報導了出來 但沒想到現在 在這個某台的政論節目上面 又有資深媒體人 其實這個資深媒體人 就是之前有沒有 在那個去年吧 三月 那時候年改在抗爭的時候 不是臉書發文 說不趁清明節 趕快去死一死的 那一個林宇慧 當時他的身分 是行政院發言人 辦公室的主席 徐國勇的主任 當時就引發爭議下來了 現在又出來質疑羅騰元說 你們這個沒有合法立案 你們這個好危險 還說蔣議員把孩子帶上街頭 是為了把小朋友當成選舉工具 是為了把小朋友當成 選舉操作得力的手段 這樣子的說法 我相信蔣議員一定很不能接受 好 除了你做對的事情 我不喜歡 我抹黑你之外 你做我喜歡但不對的事情 我力挺你到底 講的就是這些去潑漆的 他們講青年 但我一看去潑漆的 一個33歲 一個37歲 到底哪裡叫青年 哪裡叫青年 青年的意思大概是 20到30之間叫青年 33歲 37歲 也不曉得平常在幹嘛 然後說自己是青年 是學生 你做什麼事情就都合法 就都對了嗎 好 潑完漆之後 居然只罰2000塊錢 我們尊重任何人表達 任何言論的自由 但是去潑漆這件事情 好像已經失去理性了 尤其對那些負責修護 維護中正紀念堂的 工作人員來說 他們花了一年的時間 把那個牆壁寶石白白的 現在那紅漆潑上去 就像鮮紅的血 潑在了一張純白的紙上面 你們到底於心何忍 這些人有多辛苦 你不曉得嗎 好了 政府2000塊錢 了事 了事之後 他們後來不是去開庭嗎 在因為228 去慈呼波棄的事件 去開庭在裡頭居然玩手機 看手機 這是要用藐視法律 你不曉得進到 不管是偵察庭 還是法庭裡頭 手機要關機嗎 不是調震動 是關機 他非但不關機 還在那邊看手機 滑手機 被檢察官制止 他還當庭嗆說 那麼多資料我不看手機 我怎麼會知道 你不會印出來是嗎 你不會去7-11 去病例商店印出來嗎 還有人故意講台語 地址講台語 生日講農曆生日 還得麻煩那些書記官 去網路上查 農曆的這一年的幾月幾號 是國立的幾月幾號 有必要做成這樣嗎 在法庭上面大喊說 我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法律 但是在法庭外頭被人家噴黃漆 又說我要告這些人 你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法律 說中華民國的法律不能辦你 可是你要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去告脫你黃漆的人 這不是邏輯 這不是精神錯亂嗎 好啦 你不喜歡的 我不喜歡的 就算是對的 我抹黑你 我喜歡的就算是錯的 我也力挺你 那講到我很沒力的 比方說外交 我騙你 傻傻的 我騙你 帛琉航空 帛琉太平洋航空 搞了老半天 原來他根本是一個民營 跟帛琉政府 一點關係都沒有的航空公司 而且好像已經快不行了 我們的政府很開心 說帛琉太平洋停我們 好 炸開航線 大家去帛琉玩 結果現在這個 帛琉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老闆 出來打槍了 他告訴我們說 我經營不下去 成本考量跟政治無關 而且他反對太多 今天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民進黨執政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謬誤 但這些謬誤 我們當然希望可以改正 讓台灣人 包含蔣議員這樣子 很有善心的人 包含羅騰員裡面的 這些小朋友 可以過更好的日子 好 星期待來賓 第一位 中國時報社長 立正教授王峰 王社長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還有我們最狂的 曾教授坤屁 組織人 大家好 另外Crazy Friday 最近超級紅 林毅宏 大家好 追求愛的林毅宏 大家好 還有資深的政治評論 鄭屈成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 午安 民進黨民國 這個維琪協會理事長 我們的蘇志豪 主持人 觀眾大家好 好 繼續為您介紹的 兩位來賓 國民黨及台北市議員徐鴻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立法委員林毓芳 大家好 歡迎 好 節目一開始 既然是蔣議員在這邊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議員 聽說你有很多這個 我們可以坐下來 聽說你有很多這個屏東的朋友 跟你講說 你來台北好多天了 差不多了 可以回家了 趕快回家 台北很危險 台北有很多這個人 會想利用你 會想吸引你的腦 你有什麼話要跟這些關心 你的鄉親朋友說一下 我謝謝他們關心我 事實上 因為我一個人力量有限 你知道整個大政府的結構 是僵硬的 他可以依一句依法行政 就是你是少數的 他可以去剝奪你 甚至可以消滅 我以我一個弱小的意願 我力量什麼都沒有 那我能夠做的人 那我只能結合媒體 來一起對我做抗衡 其實一個人會成功 不是你去消滅弱者而來得成功 這個成功是 這個不叫成功 這個叫做一種叫剝奪 如果你今天你要成功的話 是我們的談判是對等的 環境是對等的 權力是對等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要說什麼 這樣我可以嗎 說這樣 可以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問題 對 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很多的關心朋友說 我不要去陷入媒體操弄 帶風向球 你不要一直迷戀在美燈光中 美光燈裡面 你不要忘記初衷 你是神 我跟你講 我小時候到現在 我都一直被剝削 我當縣議員 我像Seven一樣 24小時 他們家糕了 破爬的 娘子破爬的 他們家什麼人 隔壁車 黑白停的 我就要去安撫 我又要去溝通 遊說 水膏不好的 不清的 水溝不清的 對 我也是要做 但是我覺得 怎麼大家都沒看到我的需求 其實這樣 其實我也是被霸凌的 我也是被剝削的 你長期被漠視 對 我來這邊享受神 這個是我的權利 我好不能變成神 我為什麼不能當神 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 你說媒體操控我 事實上 我跟你講 我在辭會的時候 我現在當會計 但是我 學校的新聞稿是我在發的 我也發了 我在那邊大概24年 我寫了24年的新聞稿 我怎麼會不知道新聞 每一家要幹嘛 怎麼聯合報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要什麼 我這麼一哭 我就相信蘋果日報 一定幫我報的 對 所以誰操控誰 我也是 我知道 唯有這樣 我才能夠連結你們 對 才有機會可以在媒體曝光 所以不是說操控 就是說媒體是一個傳播工具 議員有這樣子的背景 需求 或者是不管是居民 或者是院童 遭到了這樣子的對待 不管是抹黑或是污衊 如果不透過媒體的話 確實你們的聲音 很難被聽到 七戶加你 八個人 再加二幾個小朋友 加起來不過三十個人 你們的聲音誰能夠聽得到 對 每次抗議 就這幾個人都十幾個 都是我帶菸生出去抗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不讓我們的院生 也有成就 也一起參加社運 為什麼不可以 可是現在有人說不可以 你是把他當工具 五人說不行 所以說他們才說 我帶這些人去戀財 然後說我帶這些人 我有違反身心障礙保障法 所以烏利姐給我開發6萬 可是我謝謝他 就是因為他開發我6萬 我才當選現議員 或者沒有人知道我 因為這個新聞爆發 大家才知道說 就像類似這樣子 類似我的那個 手機 沒關係 來 幫你處理一下 因為你繼續講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我沒有一搖 我沒有用負面的舉動 誰理我 所以我謝謝吳立學老師 吳立學副處長 沒有你這麼開發我6萬 我今天 誰知道羅騰遠 我發 我發沒有人知道 可是我透過選舉 大家看得到我 他們沒有說因為我 我也想收容他們 是因為他們看到我 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的照顧他們 其實說真的 我花很大的成本 你知道要照顧一個人 要讓他不往下沉 不要讓他往下掉 你知道我要花多少錢 有 那成本很大 妳就算有PO說 每個月好像都在賠錢 就算是妳當選 有補助那一年也在賠錢 來 議員我們先看一下 來 剛剛這個電視牆出來一下 議員妳不用轉頭 我幫妳講就好 來 這一位林宇慧 現在她的身分當然是 資深媒體人 前輩 不是 她是哪一家的 她現在在哪一家 其實我也不知道 沒關係 但是她是到這個 長得還滿漂亮 她是到沒有疫情漂亮 她是到這個友台的政論節目 她說這個羅騰遠 是沒有立案成立的收容機構 她質疑這些孩子真的有受惠嗎 你覺得這些孩子 有沒有被羅騰遠照顧得很好 好 這個我問你一下 機構的孩子他是合法立案的 他為了評鑑寫計畫得補助 然後這個孩子沒有補助的話 你就不能進來 你就給我叫人 就像我那邊的孩子就是育幼院 他需要輕重度智障 然後他們補助到20歲 18歲或20歲 沒有補助了 然後就趕你吃個餅 你就不能照顧他們了 對 所以我看多了 我就是為什麼 我不想走體之內 是因為他們可以獲得資源 是利用這個孩子 我也說他們利用這個孩子 孩子是他們得補助的對象 所以我不希望我再走那個回頭路 議員的意思是不是說 其實有一些是合法立案的 可是他們其實把他拿來 當作是工具 補助的 對 他們合法立案是為了靠孩子 的人頭數去補助 反而沒有辦法照顧孩子 對 我跟你講 你跟你講 如果是重度的話 他可以得全部證的補助 如果是你是輕度的話 家長要付帳90% 或幾層這樣子 你 我跟你講 你機構 如果你拿了錢的話 你會對孩子有愛嗎 我沒有拿錢 可是我的愛是出自於內心的 因為那個 愛的藝術那本書 佛洛姆說過 他說一個母親對孩子的愛 那是一個責任 因為那是有血緣的 你真正的愛是你要愛一個 別人不要愛的 然後跟你沒有血緣的關係 然後你讓他快樂的 你才能夠得到成就感 你得到滿足感 所以那個不知道是莎士比亞 還是盧燒說 他說一個人 一個女人 他可以不當妻子 但是他一定要當母親 因為這個是上帝 呼籲女人一個天賦 他可以從這當中 當母親照顧孩子的當中 他獲得滿足 所以這個羅藤遠 我把這個人當作是我太子 因為我不是結婚 我把他當作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這個沉痛的 但這個別人怎麼嚇我什麼 可是我不能放掉他 我如果放掉他 我覺得我可能會垮 因為這個是我 我可以從當中 證明我的價值存在的一個羅藤遠 是 這個林玉慧前輩 就是資深媒體的人 他還質疑一點 他說你要選舉 都把小朋友帶到街上去 好像裝可憐 靠這些弱勢的孩子 去博得同情 去騙選票 把他們當成你的炒作工具 所以小朋友 是被你騙到街上去的嗎 我想有可能 你怎麼騙 對 我跟你講 其實一個人 當你對對方付出的時候 尤其是我小的時候 我是被剝削的 我什麼資源都沒有的情況之下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像正元法師 那麼的無私 但是我跟你講 我照顧這群孩子 其實我是有一個動機的 一個動力的 我為什麼要照顧他們 因為我有看到說 那一票30塊錢 我如果選舉的話 我就是我可以得一票30塊錢 我不要得你的錢 我要得你的票 因為跟人家募款很辛苦 人家要投你一塊 他這樣用膽 尤其那個獅子會 他由上對下來 來質疑你來給你捐錢 所以以後那個獅子會 要來捐錢我一概都 因為我覺得人是平等的 所以你在有些人來捐錢的時候 現在孩子都不願意照相 所以以前我都很緊張 是因為我的開銷很大 我要孩子 我要別人看到孩子 因為我賣不到款 可是我這幾年 最近我才體會到說 如果孩子不愛 以前人家來 孩子不照相 我就想說我花那麼多金錢 你連一點感恩都沒有 我都沒有錢了 我就會怪孩子 但是我最近我就想我不怪孩子 我覺得說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捐錢 要尊重他們 對 我要尊重他們 我也不希望別人來捐款 我就靠我自己這樣子 所以你說我是不是帶孩子 去遊街什麼 說真的 我也確實是利用了他們 他們不喜歡嗎 他們不喜歡 或是不喜歡跟你去做這些 社會運動的抗爭嗎 是被你硬拉上街的嗎 只為了你要選 我跟你講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禮拜 你這個可以問我們工作人員 他有沒有勉強 我們每次 因為我們那時候收容到二三十位 每一個的 場上朋友的狀況都不一樣 而且各位有的人會偷跑 因為他們以前在外面流浪 所以你說那個街民 街友他沒要讓人控制 所以我們在逃走 然後我們就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審判員說 你這禮拜做什麼 你做不到這禮拜沒讓你出門 結果他就乖乖乖 所以他們很怕不能跟你出去 就對了 對 然後再發文宣 因為他不要說他是中度智障 他很喜歡發文宣 我就讓他發 可是他發得很慢 我就跟他說 我就說阿火星你不要發我來發 他就頭髮髮 他怕他不發文宣以後 就不能跟你出來 也有可能 而且我說 你剛剛是不是很難過 他說是 後來我才知道說 事實上這個長戰朋友 你給他工作做 他也許他表現得不好 就我們更認為說 就像我小時候 我飯煮不好 我媽媽說你不要煮 你煮不熟 黑白煮這樣 你其實很努力 他們其實很努力了 但他們沒有辦法達到 一般人的標準 一般人發文宣很快 又可以在互動 但他們不會 可是他們其實很努力了 而且他們也願意這麼做 可是我卻剝奪了 他學習的機會 所以你覺得 你把他們帶到街上去 不管是選舉前 或者是參加一些活動 抗議活動 對 抗議活動 其實是讓他們學習 他們其實也是很願意的 然後我跟你講 有些長戰朋友 因為我們 我們如果全體出門的話 我們不能把一個長戰朋友 留在那邊 但是有些長戰朋友 因為你知道他為了得到注意 他會在別人面前哭泣 所以事實上他只是 他哭泣是因為 我們太知道他的生活狀況 因為他在我們那邊 他會偷跑 我們如果對他好 他就偷跑 我們對他兇一點 他反而就會比較乖乖 所以他都經常 我們會在外面他在哭什麼 人家就會給他笑笑 所以人家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虐待他或是什麼 是 來 議員我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就在繞著 羅騰元這個事情打轉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 龔永路拆遷案 這個事情怎麼好像變得 討論得比較少了 對 所以我跟妳講 對 對 我跟妳講 所以我們的群組裡面講 他說 議員你要回來了 因為越講 這個離題越多 然後又言多必失這樣 可是我跟他說 因為我以前我也是在搞新聞的 我跟妳講 我如果 因為妳一直講 龔永路 光芙路拆遷的時候 那個議題是無聊的 沒有人要給妳看 只有從我這個小時候 這個多元化的議題 然後讓更多的人關注的時候 人家才會注意到你 龔永路的 連帶注意到 對 連帶的注意 對 所以這個也是我操作 我操控媒體的一個部分 對 其實各位 我們這 其實真的也不是操控 就是我們認為這樣 不像你一樣 對啦 新聞信 新聞信強不強而已 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很多人常常講說 這個媒體報導的內容 就是什麼火災 殺人等等之類的 不然就是政府如何罵來罵去 但這樣子的議題 其實它是有溫度的 為什麼媒體有關 是因為它是有溫度的 它是會讓人感動的 會讓人看完以後 眼眶濕濕 甚至流下眼淚 這個是媒體會關注 很大很大的一個原因 我跟你講 今天他們用羅騰岩來打擊我 相對的是 其實是影射他是在 他是不放棄打擊龔永路 建民那些的朋友 沒有 打擊你 就是讓你沒有公正心去幫他們 對 好 來 志成 你怎麼看 有這樣的一個資深媒體人 是前輩 講出這樣子的話 他用議員最關心的這個羅騰岩 跟裡面那些小朋友 反過來說你很怕 你怎麼都不管孩子的意願 把孩子當成招牌 當成工具 只為了你的選票 只為了你要曝光 但聽議員講 事實好像不是這樣 孩子們其實滿願意的 因為這是他們學習的機會 但有人卻在友台的節目上面 好像有點用抹黑的方式 來質疑議員跟羅騰岩裡面的小朋友 蔣議員 你做什麼事情好了 抱歉 我違反 我先就很抱歉 這樣好了 非常漂亮的林小姐 羅騰岩送給你 對 送給你去做 送給你去做 你去選議員 我幫你支持 阿爸你經費你自己去傳 這樣可以嗎 這樣好嗎 來出去交 不是 你既然覺得我違法 我騙這些小朋友 我覺得林務會 搞不確定這些事情 那裡面都是有 身心狀況的小朋友 你說騙就騙 我覺得他們是最有身心的 有些障礙 講阿姨幹嘛的 他是認人 他不是認你的話 這個東西 你用一般的所謂政治鬥爭 去看他真的是非常的惡劣 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我跟你講 蔣議員 因為我去做 我對弱勢團體做過言論 我前一天還捐了一大堆的錢 一大堆不是錢 一大堆的物資給這些弱勢團體 你知道弱勢團體 每年如果要得到政府的錢 要憑賤 憑賤沒過就死了 所以我認為蔣議員 現在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真的 剛剛這個佑正講得沒錯 真的會 眼淚會掉下來 他選舉不是為了要當什麼名代 他是為了一票30塊錢的 那個候選人補助費 可以照顧這些小朋友 還有月薪 逃動起來又一年不到一百萬 我還去 也不要在那邊路邊 我跟你講這些事情 蔣議員你不要做了 以後就請我們林玉慧小姐來做 你可以不要帶小朋友上街 你也可以不要看你去籌 怎麼去籌這些 我跟妳講 游騰員的錢 可以 我又用檢舉 你跟我們站在路上 冬天要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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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帽子 還有藥可可不可以最便宜 而且我跟妳講 蔣議員上來 上的通告 每一分錢全部給羅子月 我還一間5萬多塊 自己也沒有 真的 5萬多塊 你整集是多少錢 我跟他5萬 47好像4千 所以我現在5萬1 你們的多少 我們就按照行情 我們就按照行情 這樣做現在是5萬4 5萬4 5萬4 快是你一個月的 對 我在 禮拜日 禮拜天 禮拜一差不多4天 他還有兩個通告 我不知道 對不起 我說議員這個人很老實 就是說我要利用這個情勢 來讓我自己彰顯我的名聲 為什麼 我還是為了羅騰元 我還是為了這些小朋友 不是為了自己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林玉慧小姐 你不要再用政治鬥爭的思維 去鬥講議員 我覺得這樣非常的缺德 其實我要謝謝他 搞不好這麼一鬥 我的名聲也有 來 今天我們林玉慧 你也覺得很感動對不對 看到蔣議員的故事 蔣議員我們一直有同台 沒有 我跟你說 他有關6千塊 他關你的通告費6千塊 真的 他有捐 沒有 我跟你珍惜 我也叫問看你的電話 你讚的名片 沒有 沒有 不用 我現在是說蔣議員 確實是真的偉大 可以讓那個小孩 他再收容 再露 還來探路吃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得了 很難得 對 非常非常 現在蔣議員 確實是真的為 我們的屏東鄉親在出聲 大家我說一個悲痛 如果換我悲痛 換我來做一個 做市長 做館長 說一個悲痛 在屏東 他為了經濟 去想看看 第一人他已經14號說好了 剩7號 對 剩下幾乎 剩7號的時候 應該那個館長的市長 應該要來跟他溝通 你再贊助他 跟他打算出來說 看他應該怎麼成功 但為了你們屏東的經濟 我感覺還是要一個 不是說付出一個給他們看一看 這個我看 不然在那裡就已經過年都有一架桿 那個架桿就是 他看你 不是看你不去 你又一高期 你又很激烈 所以英文就這樣 比這幾乎 屏東使用一個小姐 把他打倒了 所以這種 我覺得屏東自己 要那個不是說市長的觀眾 那個煩 煩冕安那樣 他自己要檢討 他自己要檢討 不過我堅改 確實 像你這個 你雖然說很難溝通 我還是自己溝通 你那個已經可以成功的事情 弄一個外國的市場 對屏東實在 對屏東市民這麼落宿是有幫助 但是對整個屏東的經濟 建設發展是沒有幫助 這點我說這樣 你不要受傷 你受傷了 我們要完世間國家外國起床 對 切死完世間還是很優秀 我們說到時候 他還是說 你那樣 是 所以今天你看 林毅峰大哥都為我們的議員打氣 希望能夠繼續的 為這個弱勢的民眾發聲 我的看法是這樣 這才是 這才是北上 這一趟最大的收穫 對 最大的收穫 就是要 第一個 我們這些公永住的拆清庫 他們的聲音 被看見 七戶而已 我跟你講 這七戶就算 我說這講白一點 就算他們用生命相逼 大家可能都不會理他們 因為我們看不到 但透過議員讓大家注意到 這種不只是所謂拆不拆房子 而叫做社會正義 我們一直在講居住正義 社會正義 今天屏東縣政府的做法 就是沒有去體現民進黨政府 保證我們的這一塊 沒有去體現這一塊 無法安居樂業 再加上了這些小朋友 其實不只台灣社會很多角落裡面 有更多像公永路拆清庫 不拆清庫的這些人 還有像這些羅騰騰的小朋友一樣 他們都很需要幫助 如果今天因為蔣議員 你說你到台北來當神 你到台北來賺通告費 如果因為這樣 更多的故事 更多的善行善舉 可以被報導出來 可以被大家看見 這不是什麼壞事 難得 這個當神是我的權利 不要因為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親情 而來抹上我要當神 所以有時候剝削是 大部分都是你最親近的人 其實我們也不要當神 像議員這樣 我們做人要當佛 我們要佛心一點 我們要去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公永路的篩千戶是 羅騰騰的小朋友是 還有更多更多 都需要大家一起拿出善心 來幫助的人 尤其在現在 這個政府的執政下頭 好像大家日子過得不是很開心 不是很快樂 所以會有更多的人 因為經濟上的問題 因為賺不到錢 口袋空空 面臨很多很多生活上的困難 這個時候需要的是 議員這樣的人幫他們出頭 需要的是媒體大家來報導 把這個事情攤在陽光底下 監督政府 讓需求幫助的人 過更好的日子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這廣告 要幫助弱勢的孩子真的不容易 而且你要今年的累月 你不是站在街頭 就是在到這個募款的路上 那真的實在是很不簡單 可是今天看到綠營的人 卻出來要來質疑講樂會議員 剛才我們談到的就是 資深媒體人林玉慧 林玉慧其實她過去 爭議也不少對不對 好 我們看她在去年 大家還記得嗎 那時候我們節目也曾經 有聊過這一段 她當時是徐國有辦公室的主任 結果她居然在臉書上面 因為有很多人不是在 反年金改革嗎 質疑年金改革嗎 結果她居然在臉書上以 我都不好意思唸了 就是你養了很多羚羊 沒事的話就去把羚羊 趕到你邊去 對 好 來 然後還說趁親民 不會早點去死 大家要想想看 這是多麼的不禮貌的話 對不對 居然拿來去辱罵那一些 對國家做出很多貢獻的 退休軍工叫警消朋友們 這就是林玉慧 今天你看他就出來去質疑 蔣約會議員 質疑羅騰元 所以民進黨過去就是很喜歡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來反駁那些說我不是的人 是 因為你去挺拆遷戶 所以我就抹黑蔣約會 然後果菜崩盤 我救不了 所以我說農民說謊 文大風暴因為動不到侯友宜 我乾脆不讓學生有地方住 這件事情犧牲的叫蔣約會 加上羅騰元的孩子 還有公永路的拆遷戶 果菜崩盤犧牲是台灣農民的權益 文大風暴造舊 不要說造舊 造成的是學生到現在 還不曉得9月開學 我要住在哪裡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的錯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來當成 操作選票 操作選舉的工具 所以親綠的這些人 怎麼還好意思說 蔣約會 你怎麼可以利用學生 利用那些可憐的小朋友 當成你的選戰操作工具 最會操作選戰 最會操作選舉的 不正是你們這些親綠 或者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縣市首長嗎 來 宏廷 我覺得民進黨陷入了一個 以前一樣的困境 你看最近蔡英文在講說 台灣的經濟好像很復甦 這些部分 就好像回到當年民進黨 怎麼樣批評馬英九 就常常拿一些 是是是而非的這樣的一個數字 然後來做一個佐證 其實馬總統最後有拿 是是而非的數字做佐證嗎 我相信也沒有 所以民進黨常常拿一些 這個言論的部分 然後再做什麼 再做所謂議題性的 這樣的一個操作 當他順風的時候 他就講說我們是在傳達 最真實 最民主 最基層的聲音 當他逆風的時候 他就開始講說 我覺得這個假新聞問題非常多 我們應該要對假新聞做處理 可是事實上是這個樣子嗎 我覺得民眾都能感受到 其實剛才在講 假約會講議員的這個部分 我想發言 就是說最近大陸 有一個片子非常紅 叫做我不是藥神 我不是藥神 這部片子他在演什麼 他在演一個工廠的主人 他用比較便宜的價格 去買所謂的 癌症的標靶藥物 然後來照顧很多的人 其實我想羅騰員 也是一樣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羅騰員 包括我不是藥神這件事情 甚至包括自己的選區 文山區的關愛之家 他們有沒有立案 他們都沒有立案 可是在實際上 他們有沒有照顧到 該照顧的朋友 在這個社會上的弱勢 他們在現實的這個狀況下 去除掉所謂法令的這些框架 程序的這些框架 他們真正照顧到的民眾 可能比你我還多 這件事情我覺得 其實法不愛乎於情 我覺得這個部分 拿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來做批判 我個人是覺得不道德 除非今天你可以告訴我說 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照顧了更多的人 而你覺得他們這樣照顧的方式 並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在這些地方 或者一些有心人士 在這個地方 我們必須要去注意一點 就是說言論的這些衝突 到底是誰在塑造 到底是誰在做這種言論 使得衝突性的 這樣的一個 議題性的這樣的一個操弄 就我們的社會 其實不太需要這種言語性的對立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做事的人 我覺得這一點比較重要一點 當然這一點重要多 會做事的人就像議員 我們不是說他多了不起 但他確實默默奉獻了40年 如果你覺得他很遜 很弱 請你告訴我 在你人生這30 40 50年中 你做了多少好事 你照顧了多少人 因為有這樣子的人 所以你會覺得 台灣好像還有點溫暖 甚至有人說 就是因為有蔣岳慧 所以我以身為台灣人為傲 都有這樣子的說法 但這樣子的人 只因為他對抗的叫做 屏東縣政府 潘孟安縣長 民進黨執政蔡英文總統的家鄉 你就拿出來這樣子批判他 我想問一下蔡總統 我們也是 其實不是蔡總統 包含了蘇家璇 你們不都是屏東的鄉親嗎 是啊 都是屏東的孩子嗎 那當蔣議員 再幫這些公永路的拆監戶 做奮力抗爭的時候 你們在幹嘛呢 公平 我在台大政治系有一個教授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面對歷史上 這些不平凡的偉大的人 如果他們吃飯 那麼我們這些庸俗的平凡人 我們只能吃大便 所以我這個教授就給我們一個啟發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我在學校教的是什麼呢 教的就是一套高標準 一個做事情的高標準 一個做人的一個高標準 然後我勉勵我們大家 往那個高標準 去羨慕那些不平凡 崇拜那些不平凡的人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了蔣議員 其實我們應該把他歸類為一個 真的是不平凡的偉人 他沒有財富 沒有地位 但是他所做的事 讓我們內心裡面感動 我們崇拜 反過來說也有一些庸俗的 擁有地位 擁有財富的人 他們卻對這些偉人的事情 冷眼旁觀 冷嘲熱諷 甚至於加以毀謗 所以當然是非自由公道 我們不必強調 可是我是有一個感慨 就是剛剛議員有講 他說大家都沒有給他公道 事實上公道本來 就會比較慢出現 但是他一定會出現 所以我們認為一個社會 如果他的公道會很慢出現 甚至於不會出現 那麼這個社會就是生病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 我們整個全台灣 現在對議員的一個反應 讓我也感覺到 我們這個社會還是有救 為什麼 因為我們到底還是一個 講是非 講公道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也可以說希望議員這個事情 趕快告一個段落 我們也希望執政當局能夠反省 能夠真的改頭換面 重新做起 要不然的話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我相信民主政治最偉大跟最可怕的地方 是人民一旦覺醒 當他們在討公道的時候 我們認為這些庸俗的平凡的人 他們居高位 擁有財富 那就是他們被抱怨的時候 這是一個我們拭目以待的一個狀況 其實很多人會講會去質疑 說講議員他的政治取向等等之類的 基本上是無黨籍 但我跟各位說 如果他今天就算是民進黨黨籍 他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難道 沒有人會說他是不是 難道就有問題嗎 還是他非得要是民進黨 才能做這個事情 還是非得要是國民黨 才能做這個事情 沒有這種事情 我們今天討論的 叫做他的善行 他的善舉 你要說他是偉人 可能有點言過其實 但他確實做了很多 你這一輩子 我這一輩子 可能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做到了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給他一點鼓勵 幫他報導 難道不對嗎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點 以前的陳樹菊阿嬤 你知道也算很偉大 也許他跟這個 蔣議員比較不一樣 樹菊阿嬤比較低調 蔣議員很開心 會到處跟大家說 可是他們做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你有聽過以前 國民黨在當執政黨的時候 去罵陳樹菊嗎 好像沒有 奇怪 怎麼現在這個蔣議員 好像就要被拿出來 消遣之 因為好像他站在了 憲政黨的對立面 所以我就說了 蔣議員做的是對事 沒錯 當然對 但我不喜歡 屏東不喜歡 潘縣長不喜歡 民進黨不喜歡 所以我就想辦法弄你 但如果你做的事情我很喜歡 可是大家都覺得不對呢 民進黨照樣挺你挺到底 我講的就是這個讓人很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命案現場嗎 真的 這像是一個命案現場 紅漆 像是一個什麼 我講難聽一點 像是一個大屠殺之後的現場 像是一個 血淋淋的現場 有殺人犯闖進亂亂砍之後的 捷運車廂 這不就是一個命案現場嗎 好 這個畫面就出現在 現在的台灣 而且就是幾天之前在中正紀念堂 星期五 當然大家可能看新聞都知道了 有這個獨派青年 也許有些真的是青年 但潑漆的那兩個 被帶到警察局去 被罰2000塊的 一個33歲 報紙寫的 一個37歲 我不認識他們 33歲 37歲 年紀都比我還要大 叫自己是青年 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好 不管 好 這幾個社團 他們去中正紀念堂 潑了漆 潑了漆之後就看 留下的就是這一些 讓人很觸目驚心的畫面 我們先不談他們 在法庭上的囂張 他們如何藐視中華民國的法律 我們只問 當這個狀況發生 除了看不到的遊客 覺得很可惜之外 誰最難過 當然是這些負責 對 當然 當然是這些負責 修復的工程團隊 他們說 為了維持那個白色的牆面 你知道很多觀光客 來台灣是要來看 這個中正紀念堂 它是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是歷史文化的傳承 說我們為此吹風日曬 一整年 就是要維護它的乾淨 結果你們兩分鐘進來 就送了 脫漆拿什麼紅雞蛋到處丟 就變成這個樣子 兩分鐘就毀了他們一年的心血 你們毀了我們一年的心血 還有修復的人員 在這個臉書上說 難道這就是你們所謂的民主嗎 你們怎麼可以潑得下去 當時我們這些工人 我們就站在旁邊 你就在我的面前 毀掉我努力經營維持的工作 執著還有信仰 只為了你的爽快 你們晚上睡得著覺嗎 也有這個工人的哥哥 也是幫忙發臉書 一樣 他也是問說 你們晚上睡得著嗎 顯然這個事情 也許部分很少數1.3 今天沒有來 1.3 很深力的都好棒 問題是你才1.3 剩下的98.7呢 剩下98.7% 是認同你們的做法的嗎 好 所以你們做的事情 大部分人不喜歡 但1.3%很喜歡 或許民進黨政府 一個高官很喜歡 所以沒關係 做了這麼多 2000塊 很糟糕的事情我發你 2000塊兩勢 這樣子罰2000塊 那其實在鼓勵大家說 只要你有2000塊 歡迎你隨時到中間 進場去剖7 我覺得剖7的這種行為 當然是不可取的 尤其是這批 這裡面有學生 還聽說還有一個是 醫學院的學生 台大醫學院的一個學生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社會的一種 某種情緒來講 是一種教育上的一種失敗 然後他們刻意的講閩南話 說實話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的語言是很多種的 你可以講閩南話 那你就是表示 這是一種閩南薩文主義 你排斥其他的族群 這也是心胸就是非常的偏窄 非常的狹囂 第二個他是故意用 所謂的農曆 用這個英曆 他不用洋曆 對不對 其實他們這批 所謂台獨極端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這個台獨的 很重要的一個理念之一 就是要去中國化 要去中華文化化 農曆也好 英曆也好 皇曆也好 蝦曆也好 叫什麼曆不要緊 因為這個其實 在大陸這片土地上 想試著去創造那個立法 很多朝代都在進行中 傳到日本以後 傳統的農曆 不管怎麼樣 這個農曆 英曆 洋曆 什麼曆 你都是在大陸 土地上所孕育出來的 你現在在那個地方 你引用農曆 那不代表你很喜歡中華文化 他們應該引用昭和幾年 對不對 他講那個我就 講到日本那個我就不說了 我現在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這裡面最不應該是文化部 文化部真的這種事情 你應該講說 而且既然被列為古蹟 那你就說這個破壞古蹟 這種行為不可取 不應該被鼓勵 大家應該要有所受戀 他不是 他說這個東西 就是說明了轉型 社會上對轉型爭議有急迫感 這一小撮的 這個極端的台獨的這些年輕人 他能夠代表整個社會嗎 不行 對不對 在這個社會上 你去做所有的民調 這麼十幾年來做下來 多數人是希望維持現狀 這現狀裡面就是維持中華民國 維持中華民國的國企 國號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你現在講 你講這樣的一句話 文化部是替這些年輕人講話 替他們做背書 對不對 就是認為說你看 社會上有很多人 對轉型爭議很急迫 結果都做得太慢 所以這些年輕人 就一再的去破漆 他認為再三發生這種事情 就是做得太慢 社會有急迫感 所以文化部講這樣話 既沒有文化更沒有水準 也沒有衛生 衛生 就是很無聊 你文化部 你文化力量是應該最大了 你應該出來講說 這個大家可以對話 大家可以拿歷史出來檢討 大家可以來辯論 但是我們反對這樣 非常沒有文化水準的舉動 你要這樣講才對 結果你不是 所以大家覺得說 你文化部 你文化部長 你是默認 你甚至是允許 你是縱容 你是鼓勵 這種非常沒有文化水準的行動 這樣的一個行為 不是這樣嗎 這種東西其實我講 政黨 各個政黨都要出來譴責 這不是只有在野黨 或是國民黨的責任而已 你作為執政黨 民進黨 你各個要出來講 你說你要維持現狀 這個總統一再講 你要維持現狀 請問這樣一個做法 是維持現狀嗎 當然不是 你這是挑逗政黨之間的 緊張的關係 對不對 而且你也有族群鬥爭的 意涵在裡頭 這個完全 這種事情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所以人家會講說 大陸現在是搞經濟 台灣是在搞文革 這不就搞文革嗎 文革時間就是 文革期間就專門 幹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要為這樣的行為 一再的發生去負責 而且我講實話 今天你去中正經驗堂 然後你們這些主政者 覺得心裡很爽 你怎麼不是會知道說 你們家的墳墓還更大 目標更明顯 至少是一樣的明顯 搜尋一下大家都知道 而且還是違章 你就不怕你家裡的墳墓被破 有警察會去巡邏 對不對 你能夠巡邏365天嗎 你可以24小時嗎 有些人根本就是不管你 也跟這幾個毛孩子一樣 他也不在乎的 也很激進 他也要可以 不僅拿去 拿大便去破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要出來 譴責這樣的行為 因為這樣的行為 會製造社會的不安 會製造社會的對立 我們反對 是 就是因為今天現在 我們看到我們的官員 根本就是漠視 而且是縱容 所以他們才有恃無恐 這兩個人 去中正紀念堂 是上個禮拜五的事 可是早在這個之前 他們就已經去 慈湖泊漆過了 所以根本就是食髓之味 看你也不能拿我怎麼樣 所以你看現在 2000元就了事了不是嗎 來 蘇大哥 很快回憶一下 你怎麼看這些年輕人的 所作所為 我特地帶了一本書 這是李冠居評傳 這是廈門大學 楊錦玲教授 花了7年時間 花了7年時間 來完成這篇著作 這本書在1993年出版 李冠居 他當年在台灣官務的時候 他是台灣七個接受委員之一 他在台灣官務講過一段話 大學八年看戰 大學犧牲了3600萬軍民 解救大陸 解放台灣 李冠居他是我們雲林縣 口無相忍 他小時候家裡很貧窮 10歲父親往生 18歲母親被日立欠稅 被入力威逼賢良自盡 他這麼一個這麼貧窮 他20歲欺那個唐廠 侮辱唐廠當一個管理員 那時候聽那個台灣文化協會 蔣衛水跟林縣堂他們 在鼓吹那個漢民主情操 所以他觸發了他 到大陸要去求學 但家裡很貧窮 他有個貴人 就是他堂兄李西端 一路上幫助他 然後他去大陸 那個張太炎老師 有鼓勵他到兩條路 他去日本去學金士 但是他不願意 因為他母親被日立威逼而死 所以他選擇到 化國晴空剪協7年 這7年的時間 都是他堂兄去接濟他 台灣官網的時候 他是7個接受委員之一 他在大陸那時候 在他的親親王彭生 是主持一個國際問題研究所 主持那個 然後派李萬俊去當 港澳的辦公室主任 負責那個情報工作 我們知道香港那時候的情報工作 非常非常重要 這麼一個 當年在主黨的時候 在主黨的時候 他那個雷震 李萬俊是宣傳部長 我曾經問我爸爸 我爸爸是先入是蘇東起 被國民黨政府判得無期凸顯 然後我問我爸爸說 你們在地方上都有群眾基礎 為什麼會推選那個 雷震當黨主席 我爸爸回答說 雷震有領袖魅力 而且他在旁邊 在自由中國那個雜誌社 旁邊有一群自私分子 李警長 不好意思 因為要廣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我們再請李警長 以及我們社長針對這個波七事件 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來 休息一下 好 看到就是我們的官員 在放任 在縱容 所以才會有這些獨派青年 一而再 再而三的波七 來 社長 我想一個政治人物也好 或者說是一個政治狂熱者也好 或者說是像賴清德類似的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也好 或者說是像某些人的 務實的去中國化的工作者也好 不管你是什麼 你對政治有興趣的 或者你正在從事政治工作 最重要的一個修養 一個大前提 就是要培養自己的心胸跟氣度 孟子說過一句話 無善養 無浩然之氣 就是當一個政治人物 你就要變成一個非常欣凶 非常寬闊的人 否則的話 你很難把國家 把社會治理好 我最近看了一篇 政大嚴正生教授寫的文章 我心裡面感觸共鳴非常的大 嚴教授他的這個文章的主題 是在談南非的曼德拉 他的政治遺產 這篇文章是在談什麼 就是在談南非的轉型正義 在談南非的轉型正義 嚴教授他把轉型正義 大分為兩類 第一類就是一種修復式的正義 另外一種是報復性的正義 報復性的轉型正義是什麼 類似像納粹德國 或者是日本帝國主義 他們打敗的時候 他們被戰犯 假疾戰犯 超疾戰犯 德國的被送到紐倫堡 進行審判 然後日本就在東京審判 這種審判戰犯式是一種 報復主義的 你過去殺了多少人 然後你做了多少 見不得人的殘酷的 違反世界人類的 反人類的這種罪行 一一的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你就是得到 比如說絞刑 或者說是有期徒刑多少年 這種的報復性的正義 就是一種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的方法 曼德拉他不採取 這樣的一個方式 曼德拉 各位知道嗎 南非的曼德拉被白人政府 關押了27年 他在黑牢裡面 被關了27年 可是他出牢之後 他出監牢之後 有朝一日他掌握了 他做了政權 他不採取報復的方式 他絕對不會說 好 你當年白人關我27年 我就抓一個白人 關54年 我來報復他 我加倍奉還 他沒有 他採取的手段是一種 修復式的正義 什麼叫修復式的正義 就是說讓各方 不管是白人也好 黑人也好 共同來參與 一個社會的裂痕的 傷痕的一個彌合 來推動社會的對話 建立社會各個階層的共識 用一種和平的方法 用一種相互諒解 相互包容的方式 去把過去南非社會的傷痕 把它慢慢的修復 換句話說 他用原諒的方式 別人關我27年 可是我是以微笑的方式 以非常寬容的方式來對待 所以今天 不管是民進黨 今天是執政 未來有朝一日 國民黨也會執政 我覺得如果說一個執政黨 他的心胸是如此的偏俠 如此的自卑感作祟 一種歷史文化的自卑感作祟 我過去也講到說 有很多台獨的朋友 他可能有些心態 他是覺得說 大陸有5000年歷史 日本有3000年歷史 韓國有5000年歷史 我們台灣只有400年歷史 你如果想到這裡 我覺得就是自卑感作祟 我們應該去除 想辦法去除這種自卑感 想辦法要培養自己 一個政治人物的浩然之氣 包容心 我認為是台灣社會非常重要 台灣是不太可能出現 過去像曼德拉那種 有點像以德抱怨的這種 政治人物 否則你問許洪廷 就不會有人在他的 競選看板上面 亂貼紙 上面還揪許洪廷說 要不要一起來推動 證明什麼台灣 推動台灣的名稱加入賽事 待會兒他有照片 回來給你看 好 社長說政治人物 的確要有氣度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有很多的政治人物有氣度 只是這個氣度很狹小 今天在座的徐洪廷議員 他就是受害者 人家去女生 你亂貼東西要有氣度一點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被貼成什麼樣子 這其實昨天晚上 才發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服務的看板 上面被貼了一個 在我的臉上被貼了一個紙條 這個紙條上面貼的東西 其實這也還那個 他講說你是否同意 以台灣為全民 申請加入所有國際運動賽事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當然我先強調一點 我同意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讓我們台灣隊去參加 任何所有的國際賽事 但我們要講 其實這是剛剛大家都提到 就是說這個國家的認同 跟所謂的言論自由 其實它是有一個差距的 言論自由跟能不能夠侵犯他人 我覺得這也是有一個意義存在 也就是說我尊重你的言論自由 但你這言論自由 不能侵犯別人 比如說像我的看板 或者是像甚至 比較更過分一點 像中正經驗堂這樣的一個事件 其實剛剛委員講得很好 文化部在這個地方 其實文化部是政治凌駕專業 而且文化部去講這樣的一個話 其實有鼓勵仇恨的 這樣的一個嫌疑 而且我特別要講 2016年的7月 民進黨的一個立法委員叫管碧琳 他很驕傲的說 文資法通過以後 相信自始至終 以後全台灣 再也沒有所謂的這個文化資產 會被用暴力的手段去做破壞 但這件事情我們看到 但這件事情 我們看到波七這件事情 我想奇怪 波七這件事情 為什麼只罰2000塊 其實坦白講 罰2000塊應該是罰我這個 我這個我覺得罰2000塊合理 文資法規定什麼 如果破壞文化資產的話 是除什麼 6個月以上 然後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罰款是罰多少 罰款是罰50萬到2000萬 這是文資法的條文 所以我想請問文化部 中正經驗堂波七這件事情 理論上應該符合文資法的定義 應該是要用文資法 這個條款來處理 而不是用2000塊 今天如果你告訴這些 所謂的獨白人士 就是說好 我們真的在上一次的 這個大西齒屋事件 我們就已經先罰他50萬了 他在中正經驗堂再波七 再罰他累犯 可以再罰到所謂的100 500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這就可以做到什麼 這就可以做到犯罪裡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增加犯罪者的成本 去降低他們發生犯罪行為的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應該 好好的去思考一點 就是說當你口口聲聲 一邊很驕傲的 自己通過了所謂的文資法 一邊又用言論去鼓勵 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覺得我們政府現在進入一個 所謂的這個政治凌駕專業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行為 我在這裡強調 罰2000塊應該是罰什麼 罰這個針對看板 去做毀損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這樣子罰2000塊我覺得合理 符合所謂的這個用犯罪成本來 比例原則 對 符合比例原則 減少犯罪行為 針對所謂的這個詞乎 針對所謂的中正紀念堂 符合文資法的定義 就應該要罰什麼 50萬到2000萬 甚至坦白講 罰所謂的這個 6個月的有期徒刑 到5年以下 這都符合我們的文資法的 這個標準 所以等於是 現在不但是文化部 包含了這個 行政院 行政院法院 也在幫學生找出路 或是找這個 比較簡單可以處理的方式 明明這本來就 不用文資法嗎 不用嗎 中文健念堂是古蹟吧 然後他去破壞古蹟 發2000塊 表示 結束 這完全都不符合比例原則 然後我們再來看文化部 我還是想問部長 台電藏的電找到了嗎 還沒 可是部長現在不找了 因為部長現在搞轉型證物 來 在20號事情發生 當下的時候 我們的文化部有出來講說 這顯示社會各界 對轉型正義有急迫感 但是被罵了 像被御方委員罵 你說這個就是沒有文化 沒水準還兼不衛生 馬上就改口說 不 我們不是說 轉型正義有迫切感 是說轉型正義 社會上覺得應該討論 有迫切感 加一個討論兩個字 不是說這件事情有迫切感 是說針對這件事情的討論 有迫切感 這是文化部的說法 再來我們的行政院 同時也發了這個聲明 裡頭要告訴你是 彰顯台灣已經面臨關鍵時刻 我們要嚴肅反省威權象徵存在 的這個事實 然後要如何清理威權遺序 這個邏輯大家乍聽之下 好像對 好像可以 但我告訴你 我們拿兩件事情來做比喻 這網友說的 網友很聰明 拿兩件事情來做比喻 簡單來說 他告訴你 有人去潑漆 代表轉型正義很有必要 代表我們有 必須讓民眾知道 要如何去除這個威權的疑慮 簡單來說 缺電代表有急迫性 讓台灣人學會熱到半死 也不開冷氣 對不對 大概是這個概念 然後殺人犯不用伏法 代表我們必須要有急迫性 趕快把死刑廢除 他的邏輯叫做缺電 政府不用解決缺電的問題 叫你學會天熱不要吹冷氣 台灣就不缺電了 死刑不會死 不去思考 要不要讓他伏法 要不要去把治安弄好 但只要我把死刑廢掉了 就不會有死刑 不會死的問題 或爭議存在 大家聽懂他們的邏輯 是錯亂扭曲了嗎 缺電不用把電伸出來 你學會不要吹冷氣 就不會缺電了 死刑犯不伏法 但我們廢死 沒有死刑 就沒有死刑犯 要不要伏法的問題 這就是現在民進黨 這種錯亂扭曲的價值觀 還想要來洗台灣人的腦 包含了文化部 包含了行政院 面對破漆這種層出不窮 而且是毀壞 中華歷史文化的行為 不但幫忙找台階下 而且重罪輕罰 甚至還說孩子們 學生們會做這種事情 是因為我們要趕快去講 來 司長 民進黨幹話王 五都五官講五萬 每次都一話比一話更幹 最近賴清德的名言記得嗎 說我們不謙卑 我們年金改革成功 沒有大勢慶祝 難道這不是叫謙卑嗎 不是要謙卑再謙卑嗎 就是剛剛講話的邏輯 我要講從文化部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 已經沒有文化部的 從政立軍上來就叫政治部 各位記得嗎 政立軍上台第一件事幹嘛 把中正紀念堂的紀念品下架 記得嗎 害那個廠商 虧損不知道幾百還是上千萬 因為他很多的產品 都已經做好了 他說拜託給你 那這樣我怎麼辦 這就是政立軍在幹的事情 我們所有的犯罪行為 只要是符合金上的意思 都可以合理化解釋 而且都把它解釋叫做一種現象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你不斷不去究責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美國的林肯紀念堂的 林肯像被潑漆 美國政府敢說 這代表林肯在當年南北戰爭 對南方人民大屠殺 檢討的急迫性嗎 去除威權的隱序 去除威權 請記得林肯在亞特蘭大城 曾經支持他的底下的 謝雪范將軍放火屠城 這樣的人 怎麼可以搞這麼大的紀念堂 應該要下架 請問一下 有意義嗎 這是民進黨現在的邏輯 我覺得民進黨 還有包括這些小屁孩在內 都是認為說這是威權的象徵 我想請問這些小屁孩 請問一下蔣介石 蔣介石 對不起 3337歲 他不是 他連小屁孩不是 算是老屁孩了 請問一下 蔣介石你看過嗎 你什麼時候看過他殺人 請問一下你的資料哪裡來的 你是被洗腦知道不知道 還台大 我跟你講 同樣是台大生 現在有一批台大的 我認為是很優秀的 他們在搞管中民案的假處分 就是說為什麼要假處分 就是說現在這些學生說 我希望這個案子繼續下去 但是假處分就是 我讓管中民希望他能夠先 先當台大校長 等他如果違法再讓他下來 這叫假處分 人家在做這件事情 有些台大學生在幹什麼事情 我要講 你真的 我剛剛玉芳委員講了 我真的心裡面非常的 就是感覺非常有一點刺刺的 你知道如果這樣的風隙一旦形成 以後等國民黨上台 請問一下 那些我們認為是台獨象徵的 或是有些人認為是台獨象徵的 或是認為是你過去民進黨執政的 那些不法的 包括剛剛玉芳委員講 我們蔡大總統 他的爸爸的墳墓 會不會被同樣比照辦理 我們絕對不鼓勵 可是像這樣的作為 你不是鼓勵這種 所謂暴力對待 你不認為的這樣的情況 最後洪廷我跟你講 他會跟你講 中正紀念堂那個蔣公項 不是文資 他是之前威權時代的遺毒 他不屬於文化資產 所以不能用文資法來處理 就這麼簡單 如果是遺毒的話 那是不是要請衛福部來管 真的 真的衛福部 對 要把毒瘤擠掉 所以我跟你講 就是說現在這個 這個執政團隊之荒謬 你知道你留下一個 最惡劣的方式就是 以後誰執政 誰就要用最嚴格的 用最惡毒的方式 去對待在野黨 這就是現在你留下的邏輯 來 這個逸豐大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很多年輕人喜歡你 Crazy Friday 但Crazy Friday 喜歡這樣子的年輕人嗎 沒有 現在看這個情形 是這樣說得對 因為我們確實 現在政治是一個亂象 亂象 因為你民進黨 國民黨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說 因為要爆給來爆給去 本來一打 他就只要大K打 已經打了 他鬆了鬆了 他不需要再來這裡打一次 打一次 打一次這樣 八成的錢還要稍微收 對 那都是我們的錢 他就輕鬆了過關 換一個幾千塊 兩千塊而已 所以我覺得 既然冷凍要好好節和減透 不是報給他報給他 將來台灣八成 台灣全國八成的生死了 所以這種我看完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應該好好節來 他們都在打 不要用保護性的做法 因為都是一樣 在我們台灣國內 都是我們的國民 大家都可以顧 我看法是這樣 謝謝 好 我們講說 這些獨派 我現在無法稱他們青年 就是說朋友好了好不好 獨派這些朋友 人士 也不要當朋友 當人士 他們都告訴你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去慈呼婆妻 為什麼要到這個 中正健堂去婆妻 第一個 我要去除威權的遺序 去除威權的象徵 第二個 因為中華民國已亡 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所以我不承認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而確實這些人 我們再講一次邏輯順序 他們去中正健堂婆妻 那一天是因為他們下午 要因為慈呼的案件去開庭 所以他們覺得說 為什麼要被中華民國的法律辦 我不承認 所以他又跑到中正健堂去破妻 好 破完妻之後 他們就在下午的時候 開庭之前 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去開庭 我跟各位說 他們在庭內 當然這都是平面媒體轉述 因為沒有人拍到 但根據平面媒體的轉述 這些人在法庭裡面 做的那些事情 我認為比破妻更糟糕 而且更惡劣 因為那個叫做藐視法律 那個叫做藐視 你也是中華民國 你們如果不承認自己是 中華民國的國民 請問你買東西拿的是日幣嗎 拿的是美金嗎 你賺的錢不是台灣人的錢嗎 你住的土地 不是台灣人的土地嗎 不是中華民國的土地嗎 如果你們不覺得中華民國已亡 離開台灣 別待在這兒好不好 你不喜歡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可能也不喜歡你 來 我們來看 在法庭裡頭 這些人的行徑有多囂張 我們就不點名了 我們也不要點名 反正都差不多一個樣 第一 他們在裡頭 居然有人在滑手機 真的是沒有開過庭嗎 沒有吃過豬肉 也看過豬走路 在國外電影裡面 你看過有人在法庭裡面滑手機 不只是坐在前面的人被告 或者是原告 手機要關機 坐在後頭的人 手機不准響 哪一個手機響 法官說描示法庭出去 當場法官趕出去 你們居然開庭的時候 可以在那邊看手機 然後檢察官說 對不起 我們這個 你手機要關機 他還跟他嗆聲 嗆什麼 說那個卷證資料一大堆 我不看手機我哪記得 我就問了 你是不會印出來是嗎 你不會印出來是嗎 再來有人在裡頭喝飲料 然後有人在裡頭拿那個 他們在門口抗議的那個布條 披在身上 說裡頭好冷 我也不曉得 可能身體不好 繼續 你看這個披上抗議的白布條 然後甚至 他們在講地址的時候 他們叫中正紀念堂什麼 湊頭宰廟 他們講中正紀念堂 叫做湊頭宰廟 然後剛好好死不死 住在中正路 但是他們講台語 他們講說中正路 不講中正路 叫做湊頭路 中正在他們的心中 叫做湊頭 好 這些書機關要記錄的人 哪聽得懂 所以問了老半天 原來湊頭路叫做中正路 是… 然後就問他們說 那你的生日呢 也不想國立 硬要想一個農曆 這些書機關 還要上網去查 比對農曆的幾年 是我們的幾年 然後幾月幾號 對 是國立的幾月幾號 好 這些人擺明就是在 藐視中華民國 而且藐視中華民國的法律 因為他們說 我為什麼要被ROC的法律受審 我就不承認你 中華民國的存在 好 這些人很嗆 但是幽默的是 我剛剛不是說他們在外頭 有一位羅姓青年 羅姓青年被人家噴黃 被人家噴黃漆 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被噴黃漆之後 出庭結束之後 就到桃園警分局提告 還說這兩個噴我漆的人 是公然侮辱 傷害 網友就覺得奇怪了 不承認國家了 你們不是不承認中華民國嗎 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法律嗎 覺得我犯法 中華民國的法律 不能來犯我嗎 為什麼 當你被人家噴漆的時候 你又要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去告這些噴你漆的人 到底在邏輯錯亂 什麼意思 我不懂 來 岳芳委員 你看 怎麼辦 中華民國 他們是政治上來講 他們就是社會的邊緣人 政治的邊緣人 應該這樣講 結果他們 有些都已經念到大學了 他們應該去民辯勢理 你說蔣介石在 所謂的戒嚴時期 有沒有剝奪人權的現象 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有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講一個歷史人物 要給他一個比較客觀的分析 你批評他了 拿出資料來 可是人家作對的地方 歷史上也有所記載 你為什麼故意副烈不甩 就在那個時候 我們講 50年代兩次台海危機 你覺得如果不是老蔣 包括古寧頭這種戰爭 如果不是老蔣 跟他所帶過來的那些 將軍們 那些軍人 你覺得守得住嗎 古寧頭大戰爭的時候 如果不是國軍戰爭 你覺得守得住嗎 打古寧頭戰爭的 很多的部隊 是從福福州 匆匆忙忙的撤手到金門 根本沒有到過澎湖 更沒有看過台灣 台灣一條香蕉都沒吃過 就在那邊打 而且他們還死了不少人 你說這些人 他們當時如果不是 對中華民國有感情 對老蔣效忠的話 他們願意這樣子的 他就投空就算了 就留在大陸就不必過來了 823炮戰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所以你 很多人在批評老蔣 但是人家把台灣守住了 把台澎金馬守住了 當時美國就是希望 金門馬祖給放掉 至少把金門馬祖放掉 老蔣就不願意 對不對 所以守住了 而且還最重要的是 他帶了這麼多的專家 學者到台灣來 像福士資這些人 福士 然後帶了這麼多故宮 和寶藏到台灣來 這這麼多年 替我們賺了不少外匯 賺了不少錢 然後把經濟規劃得不錯 然後大家交易也很普及 這些東西 難道不是講戒指的功勞嗎 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這些人是非常的片段 對歷史的了解是非常的片段 也因為心胸非常的狹窄 所以看待歷史的時候 只選取他們所希望 看的去看的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總講會變成這個樣子 當然民進黨政府 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他們本身 就沒有公平的對待國民黨 沒有公平的對待中華民國政府 直到危局的時候 就拿中華民國的名字出來頂一頂 陳平通到了美國去 因為在那支庫 美國很多專家 很多支庫的人才 是對台灣的歷史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在他面前 又開始講中華民國 還被友台罵 什麼時候需要 台灣比較危險 需要討好美國人 或是那個時候 要讓美國人相信說 蔡英文政府是追求的是 維持現狀的時候 他又開始講中華民國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心胸 坦白講是滿扭曲的 蔣經國對台灣的建設也非常的多 可是你今天在鬥爭國民黨 在鬥爭國民黨的黨產 鬥爭副理會這些的時候 你們去源頭裡面去想 人家也帶了很多黃金到台灣來 黃金我親自看過黃金 因為那個橙色比較沒有那麼亮 後來蔣經國說賺了錢 開始又買了黃金 那就比較的亮 看起來就比較的蠢一點點 所以說你今天批評國民黨 在罵老蔣的時候 你們去想看 人家也帶來很多的東西 人 有形的 無形的財產 然後讓台灣在最危險的時候 可以站起來 可以生存下來 所以他們是非常的偏窄 坦白講 很不值得去批評他們 我連講他們 我說真的不想講 他們就已經看過多少資料 我們當時在寫論文的時候 我們是把美國解密的資料 全部拿出來看 才發現美國人 其實對老蔣有很多的讚美 你看 埃成豪就講 這個蔣介石 真的是他佩服的一個軍人 基辛 這個尼克森 對於是卑鄙的中華民國 他去跟毛澤東握了手 你知道尼克森 在他的書裡面是怎麼寫的 他說毛澤東就像一代的馬鈴薯 坐在那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蔣介石就像一個柱子 直挺挺的坐在那裡 他講這句話裡面 其實是包含著 他對老蔣的那種堅持原則 絕不後退 對抗共產主義的那種精神 他是表示讚美的 這些學生很多都是台大的 當然我相信他們在 學業成績上面 有高人一點的地方 但是 但是他們對於這樣子 做出這樣不理性的行為 包含了 我說了 他們今天在法庭上的所作所為 那叫做藐視法律 我也講白了 如果我是現場的 不管是法官還是檢察官 當場再告你一條藐視法庭 對 真的 當場再告你一條藐視法庭 結果這些法官怎麼樣 搖頭 嘆氣 然後你們這些司法人員 面對這些侮辱中華民國 藐視中華民國法庭跟法律的 年輕人 只會搖頭 只會嘆氣 覺得台灣沒救了嗎 所以 來 坤皮 當然台大很多很優秀的人 可是他們也是台大畢業的 台大的教授 其實我們今天整個討論的主題 就是一個統治者的一個氣度 當年蔡總統當選的時候 時代週刊說 他是亞洲的第一位國家元首 其實時代週刊錯了 第一位女性的國家元首是武則天 那麼武則天他為什麼在歷史上 在當年男女不平等的時代 他聽說用不正當的方法 奪到政權 但是為什麼他歷史地位這麼高 聽說他死掉的時候 長安城來到23個國家的大使 來參加他的葬禮 因為武則天的氣度 各位都知道當年 武則天一就位以後 有一個徐敬業先生發了一個文告 罵他狐狸精 結果這個人就被抓到以後 武則天面對這個狀況 當然可以殺頭 結果沒有 他哈哈大笑 說這個人怎麼可以讓他在罵我 沒有把他 哪來當我的官吏來統治國家 就沒有重用他 所以一笑自知就算了 他還批評說是宰相的錯誤 對 他還批評行政院長怎麼沒有好 沒有做好 對 所以剛剛我呼應社長 剛剛談到曼德拉 我很慚愧 昨天晚上我才看HBO的 那個打不倒的勇者 曼德拉繼位以後 面臨到舉辦世界橄欖球大賽 結果南非的球隊全部是白人 很多人主張說 白人當年關你27年 現在這個白人球隊 當然就解散算了 要改隊名 對 結果曼德拉還去拜訪球隊 一一跟他們握手 然後說南非的國家榮譽 要靠你們了 結果那個隊員非常感動 真的移山倒海之力 拿到冠軍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一個統治者的一個氣度 我常常問我學生 我說美國到現在 開國到現在200多年 兩三百年 除了50幾個總統 英國兩三百年來 有了也100多位首相 請問你們記得幾個 你告訴我 你如果能夠記得10個以上 你不必考試 我給你A加 結果沒有人拿到A加 為什麼 因為偉大的 那些總統首相太少了 誰偉大 就是氣度 就是能夠原諒從前的敵人 一切重新開始 絕對不要報仇 所以曼德拉把南非統一起來了 心態上面變成一個 族群融合的一個國家 否則他們族群的嚴重性 當年在南非種族隔離的時候 有多嚴重 但是曼德拉成功了 武則天成功了 英國 美國那些總統 你想想看南北戰爭 林肯在結束戰爭以後 第一個尊敬第一個原諒的 誰 南方的李將軍 所以我們說再在顯示 我們常常講 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不對 國家興亡 元首總統有責 你知道嗎 所以今天我們這些小屁孩也好 這些心聲不滿也好 他去潑妻 他去幹什麼 法官在法庭上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用氣度來包容 說今天我們原諒他 畢竟民主政治有時候 沒那麼完美 我們容許一些少數的這些 脫離常規的這些 這些聲斗小民 但是我們要求的是 總統為什麼不拿出這個氣度 到今天還在討論轉型正義 有了權力 還有什麼轉型正義 原諒就有正義 還在探討228 還在探討白色恐怖 好像永遠消費不完 我的學生這些年輕人 他們早就忘記這個事情了 可是文化部門 政府部門 一再提醒 一再在那邊 我個人是覺得很遺憾 當然我們教書的人 有一個執著 就是希望用最高標準 來勉勵我們的下一代 可是我們也希望 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真的請他們有時候 也看看人家的國家 你看亞歷山大大帝 為什麼叫大帝 就是因為他原諒敵人 他能夠和他反對他的人 共同能夠為一個方向來奮鬥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感想 助長仇恨成家對面 面對這些歷史的傷痛 本來就是和解 放下 可是我們的執政黨 現在拚命的提醒大家 別忘了 千萬要記得 你們很可憐 一定要反對 一定要永遠記得那個痛 那個疤 然後疤快好了 趕快去摳摳摳摳 再讓他留點寫出來 現在我們的執政黨 在做的是這個事情 除了在剛剛 坤平講到的228 或白色恐怖上面之外 同樣也在年金改革 你都改完了不是嗎 那你就改了吧 你喜歡 你就拿去吧 你要砍誰 你就砍吧 就砍完之後 我還要做一個廣告 完全不顧那些反對的 被砍的人的感受 只對那些支持我的人講說 你看好棒 我們做到了 除了廣告之外 還好像開了一個 我真的不想這樣說 但真的很像慶祝大會 在那個會裡面 有總統 有行政院長 大家訴說著 過去我們做了什麼東西好成功 最成功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 年金改革 第二個 討國民黨的盪產 來休息一下 馬回來 年金不改革馬上就破產 改革是痛苦的 改革也是要互助代價的 今天不做 明天就會後悔 越是困難的改革 就越要有承擔的勇氣 全人做不到的 我們繼續扛起這個責任 改革大家都說過 但只有我們真正做到了 好 最近民進黨一直叫大家 要停改革 所以大家看到了 最近密集播放的這個 就是要停我們年金改革 你看以前的總統做不到 我們做到了 所以好像很驕傲 以前的總統做不到 所以他為了凸顯 時代背景的差別 因此他用了那個 映像管的電視機 現在你家裡可能也沒有 都換這種薄薄的液晶了 好 印象管裡面 電視機有一個陳水扁 然後印象管 厚厚的電視機裡面 有一個馬英九 但沒想到蔡總統出來的時候 還是厚厚的電視機 所以可能拍廣告的人 也不太用心 來 這個廣告 很顯然它是因為訴求 要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Yes 我們做到 但是我說政府拍廣告 政府拍廣告是用我們的錢拍的 政府下廣告預算 讓電視 那是要付錢 你以為電視才免費幫你播 開玩笑 也是要用我們的錢 政府用廣告 為什麼 因為他要說服那些反對的人 他要讓那些不開心的人 睡之以理 動之以情 讓他來挺政府 對吧 沒錯吧 這是政府拍廣告的目的 但你有發現這支廣告 他會讓被改革的人心悅臣服嗎 他會讓反改革的人 講不住話來嗎 沒有 他這個廣告 通篇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那些 本來就挺砍年金的人 看了以後更開心而已 所以我們的錢 民進黨拿來降花的 來 師兄 我跟你講 當一個社會 因為某種事情 發生對立的時候 政府更應該扮在中立的角色 結果改革完之後 所有人都受害 而且受害比想像中的更嚴重 你竟然搞這種廣告出來 你不是加深那種被 講難聽也不是被改革 只是被害者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 我很多這種軍公教推薦網 拿到這個處分數 發現說少這麼多 比我想像的更多 而且跟你講的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認為說 你現在應該是真的要謙虛 結果認為說 拿這個來當作你的攻擊 多少人因為受害 你知道嗎 大家本來不在乎 所謂的什麼黨產條例 後來發現說 原來你只會整國民黨 你搞了半天 你上台 你也只會整國民黨 只會整軍公教 其實他 你看看他的名叫做 其實他完全不行 而且你根本就沒有說實話 因為這樣的改革 所以以後我們的 所謂的軍公教這個年紀 就不會破產 你胡說八道 你完全胡說八道 按照目前的規劃 只是延後破產而已 所以延後破產 你可能會再改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現在的改革 你的用意什麼 省錢嗎 也不是 很多話我們在這個節目 都講過 不要再講什麼錢瞻 或是什麼風機 花了多少錢 上照的東西 表示這個國家不是沒有錢 但是你這樣改革 結果大家覺得你在報復 然後不但是會破產 而且你把國家的錢拿去 可能給自己的人花 然後你再拍這樣的廣告說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成功了 所以你們錢少一點沒有關係 國家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顧 或是怎麼樣 沒有發生 你這些廣告是胡說八道 你等於是整人完之後說 你看吧 我成功了 你們都不敢做 我做到了 你們這些人 你就吹起來 你們就好好的受苦 對 政府廣告就是 比如說我整到了這個疫情 所以我要拍廣告給你看說 我不是整你 我真的不是整你 你要我們是怎樣怎樣怎樣 對 我要付出 我應該一個 我的對象應該是他 結果不是 我拍廣告給旁邊那些看熱 我整他了 爽吧 爽不爽 爽 所以我們的這個廣告 基本上它的出發點 它的內容完全都不對 而且這廣告裡面 其實告訴你 有騙局 有騙局 2027老保也會破產 而且洞更大 對 公教跟軍人的年金加起來 好像只有老保年金 那個動得幾分之幾而已 老保年金為什麼不改 再來 其實它也沒有讓我們不破產 只是晚一點破產而已 再來就是 這是拉人墊變 然後是砍別人的錢 第四個是暗示 我們是不是要進入所謂的 軍平時代 對 因為裡面你看 用的那個場景 都是那種老畫面 老電視 是叫我們要回到過去嗎 而且剛剛補充講一下 你看它裡面 都有軍公教的資料對不對 但它裡面都沒有提說 其實老保會破產 那為什麼都不提 老保洞很大很大 是 所以你看剛剛在講 這個廣告裡面 其實有問題 這是在同溫層 在相互取暖的 大不了你弄個廣告說 對不起 但我謝謝你 我覺得那言簡意 該不也很好對不對 來 校長 我想現階段 這個年金的改革 我覺得這個社會的成本 付出得非常大 這個社會的成本 第一個是有形的成本 我想林委員也好 或者是在座的各位嘉賓 大家看到台北市 最近兩年左右的市況 你去忠孝東路三段 最繁華的地方 忠孝東路四段你去走一走 很多店都收起來了 這個是怎麼回事 對 這是怎麼回事 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反映 喝下午茶的人減少 餐廳紛紛打烊 改行 這代表什麼 消費的人少 我告訴各位 其實很多退休軍工教 他們在過去都有 喝下午茶的習慣 喝下午茶很奢侈嗎 很浪費嗎 沒有 可能兩三百塊 三五好友大家聊一聊 讓他們的心情心理健康 不會生病 免得又花健保的錢 好 現在餐廳打烊 然後各行各業一片蕭條 這是有形的 整個社會 比如說八百壯士也好 甚至於有人要攀爬牆壁 結果摔死 整個社會就醞釀成一種仇恨的情緒 互相對立的情緒 這樣子的社會 有形跟無形的成本 我們到底得到什麼 我最近看到聖志仁先生 他的一篇文章 就講新加坡 在小學三年級裡面篩選精英 這樣的一篇文章 裡面有一段話 我覺得我們政府 如果說真的要改革政府 真的要改革公務員團隊 新加坡是一個 可以參考的一個對象 他說不只是老師 新加坡不只是老師 公務人員 包括部長級的官員 薪水也是跟著 KPI表現來浮動 KPI 我們的政府 好像從幾屆政府以前 就開始在做各級機關的KPI 可是做跟白做一樣 根本就浪費 沒有去落實 就是說你政府官員 你到底績笑 你的表現到底好不好 表現如果不好 這個應該FIRE掉 應該降級 我們政府沒有做 好 現在去整一些退休的人 整一些退休的人 對我們政府跟社會 付出的有形跟無形的成本 我認為遠比一年花400億 在軍公教的這個年金上面 多得更多更多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不划算的改革 來 改革完軍公教以後 確實造成很多社會上面的 撕裂或紛爭 但是民進黨除了拍了這個 沒什麼用的廣告之外 好像還開了一個 我真的不想說 但真的很像這個慶祝大會 大家在上面細數什麼 細數我們的政績 但是攤開政績來看 減稅金 好像大家沒什麼感覺 重點是在增加收入 新能源 也不曉得你的率能在哪裡 倒是這兩個大家很有感 舊年金跟討黨產 所以看到這兩個無感的 民進黨開慶祝大會的主軸 就叫做我們砍了年金 而且跟國民黨 把黨產給討回來了 這些就是你們執政了兩年多 留給台灣的嗎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議題 剛好有一個很強烈的 一個共通點 都是什麼 都是在證明說 民進黨就是一個 以鬥爭為主的政黨 其實我們可以看 裡面其實我覺得 最應該做的 其實年金 年金改革 跟所謂的這個新能源 這兩件事情 都是很數字的東西 都是數字在做Placement 因為都是財務 我們怎麼去算 他的這個財務結構 就可以算出來的 所以我過去 我在台北市議會 我也問了柯文哲一個問題 我就說世昂 那個年金改革 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 其實柯文哲也講了 看起來好像沒有解決什麼問題 沒錯 年金改革 我們真正就用數字去試算 年金改革到底改變了什麼 我們有解決我們的財務問題嗎 他其實只是把破產的實訊 就往後延 剛才我們大家也都提到 就是說 勞保有所謂的750萬人 軍公教三個加起來 只有170萬人 你不改750萬人這一邊 你改所謂的170幾萬人 就是這個地方 你有改變了政府 要破產的這個 你所設定的假議題嗎 其實政府並沒有破產的問題 其實是口袋 年金的口袋破產這個部分 我們講到新能源 你現在有解決了能源的 哪一個問題嗎 我們只看到說離岸風電 哪所謂的離岸風電 或者口袋聲聲 一直在講說 我們要重電養綠能 但是以目前太陽能的 發電的這個狀況 其實大家可以注意一點 台北市有一個地方 在南港的山豬窟 現在做成一個能源之丘 這樣一個 我們找了大同這家公司 做了一個能源之丘 這樣子的一個太陽能的示範點 做了這麼大 然後最後我們算出來 可以怎麼做 可以提供270幾戶的家戶 一年的使用用電量 所以一整個山丘 只能給270幾戶 你如果要所謂用太陽能來取代 請問台灣到底要用多少公頃 這個土地 所以民進黨他並沒有 好好的去把這麼簡單的 這些數字問題 好好的去做解釋 反而一直在強化什麼 你在慶祝你的鬥爭成功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執政 完全的什麼 完全放錯焦點 這也跟我們剛才講的一樣 當文化部都開始 所謂的政治凌駕專業的時候 整個政府現在開始 針對年金的部分 針對新能源的部分 全部都是用政治的態度 用鬥爭的態度 去凌駕專業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政府 現在在慶祝的東西 其實人民一點感覺都沒有 當民進黨還叩聲 在講說我們做到這些 我們都沒有慶祝了 這不叫謙卑什麼 叫謙卑的時候 人民只是 人民現在是幾個問號在頭上 就是說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們到底在強調些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閒來的狀況 政府必須去理解 該做的事情 我們要看到的是什麼 重點是改革看到的是結果 我們並沒有看到結果 反正只要是這個1.3%高興的 再困難 民進黨都做得到 但是如果是能讓94%的人 生活過得更好的 只要我不喜歡 最簡單我都不做 我講的就是兩岸關係 叫做外交處境 做不到怎麼辦 騙你 反正誰叫你們那麼好騙 來 休息一下 政府真的是覺得我們好騙嗎 看看最近這個外交事件當中 說有幫停我們 你看 帛琉太平洋航空 他們停飛了中國航線 真的是好愛我們台灣 力挺我們 是無懼大陸打壓的一種表現 可是現在你狠狠的被打臉了吧 他騙兩次 第一次好像一副帛琉太平洋航空 是國航一樣 是帛琉政府經營的 結果根本不是 這是一個台灣人經營的公司 而且還被踢爆 他疑似跟過去的詐騙辦有關係 後來 好 這個航空公司的老闆 負責人出來講話了 他說我們之所以 會結束營業 一開始是講說停飛 取消中國航線 是跟成本上的考量有關係 商業上的考量 跟政治沒有關係 甚至他還直接告訴你說 我是反對台獨的 而且我是希望兩岸 可以維持現狀的 老闆話講得那麼清楚 但這間航空公司 取消大陸航線的事情 還被外交部拿來大肆宣傳 還說為此 我們要感謝帛琉政府 所以我們還要增加台灣 到帛琉的航班次數 所以你在騙什麼 第一 他根本跟帛琉政府沒關係 第二 這個老闆擺明反台獨 而且他取消中國航線 是商業考量跟政治 也沒關係 完全無關 所以我想問 這個預防委員第一 到底是外交部搞不清楚 歐北亂公圍 還是他明明知道 但是變了一套謊話 來欺騙台灣人 我覺得都有可能 不過太英文本人的話 應該是沒有進入狀況 然後就出來去感謝人家 外交部不太可能會不了解 國安團隊不可能會不了解 你知道我們才剩下 幾個邦交骨而已 怎麼可能要搞清楚 這幾個邦交骨的內部 會那麼困難嗎 尤其帛琉離我們是遠在天邊 還是近在眼前 至少離我們沒有那麼遠 所以 而且我們進進出出帛琉的人 是很多的 所以為什麼會沒有辦法掌握 這個就是說 我們對民進黨政府 害怕原因在哪裡 就是說他對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掌握 然後就開始去做處理 又開始亂講話 像多明寧家也是一樣 人家跟你要了一筆十億 這樣的一個軍事的裝備 你也沒有搞不清楚狀況 那就給人家 一給人家就跑掉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有他的荒謬性 其實帛琉是這樣 帛琉今天會這樣的困難 他主要是靠觀光 他的GDP的80%是靠觀光 可是他的觀光主要是這樣子 第一個人家會覺得好奇 第一次會去 第二次就未必會去 兩個原因 第一個 帛琉是沒有文化的地方 所以你要去那邊看博物館 看這個看那個 有文化的東西 那邊是沒有的 那就只要看大自然的環境 可是大自然的環境 還被破壞得滿厲害的 這麼小的地方 去了太多的人 你知道他後來水母 那個湖裡面的水母 那個暫時也被封閉 現在重新開放沒有 我不曉得 因為就是去了太多的人 那個水母就被破壞掉了 所以我覺得 因此大陸人現在選擇很多 以前很多人跑去帛琉去完 覺得這沒什麼 海南島比他還好 結果他們就可能去日本 去南韓 很多也到歐洲 到法國 到美國 全直接都去 所以大陸觀光客 慢慢慢慢就減少下來了 有沒有因為政治因素 要去懲罰他 也或許有外交的因素 因為你不跟我尖叫 可是我講實話 蔡英文實在在這個問題上 要搞清楚一個 帛琉絕對不會跟大陸建交的 因為美國非常重視帛琉的存在 最主要是軍事的價值 因為第一島鏈 已經被中共給突穿了 現在中共開始往第二島鏈的 深處進去 帛琉很多的島嶼 那個是潛艦活動的 最好的場域之一 所以他絕對不會讓你 大陸跟帛琉建交 而且這個帛琉這個國家 很多的財政 而且全部的外交 後面的老闆就是美國 是美國在撐腰的 我們既然講到美國 我就追問一下好了 現在這個蔡總統本來說 8月要出訪 本來說可能要過境這個梅東 可能會去華盛頓之類的 結果好像被外媒報導說 沒有 美國不讓你來 蔡總統今天也出來講了 說外媒的報導準確不高 都是預測的 還說我們從來沒有申請過 目前都還在喬 我先打個槍 我們都出過訪 現在你8月出訪 今天7月23號 你跟我講說你還在喬 總統做什麼事情 兩三個月前都已經搞定了 你真是騙我們不專業 所以你知道外行人看熱鬧 也在騙 內行人看門道 我跟你講蔡英文要出去 他已經用盡所有的力量 就是要過境美國 而且他希望我這一次過境了美國 最好能夠過境華府 因為台灣旅行法通過了 雙方的高層可以復訪 川普也簽了字了 可是到目前為止 美國到台灣來的 最高層級還是副助理國務卿 參加AIT的酒會 就這個開幕 就這樣子而已 這個東西在馬英九的時候 跟陳水扁的時候 副助理國務卿層級了 來過太多了 我每年帶團到華府去 台北國會聯誼會 我當會長帶團去 我最後一次要離開的時候 還哪一個助理國務卿 陪我們吃晚飯 就坐了兩個小時 陪我們喝高粱酒 所以這個也就是說 你蔡英文自己要了解 川普是個很精明的生意 你不要看他常常胡說八道 可是在大芳香上面 他是掌握得非常精準的 我現在跟大陸在鬥 但是我不能讓他破 而且我要大陸要他痛 但是不要讓他惱羞成怒 所以經濟上大陸會敗退 會讓步 可是在台灣問題 你拿出來搞他的時候 大陸給你惱羞成怒 那就給你 那就變成破了 就不是鬥 鬥而不破 但是鬥就破掉了這樣子 所以美國絕對在 涉及到台灣問題的時候 美國的處理是非常非常冷靜的 他絕對不會像我們所看到 美國國務卿一下通過這個 一下通過那個 軍艦要復訪來都沒有 連漁船都沒有來 對不對 就是說美國他們掌握得很精準 我要了什麼東西 我絕對也要 你台灣要配合我 但是我不會配合你台灣 所以蔡英文要能夠過境華府 我看這個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委員都講了 這美國他就是一個 唯利是足的國家 不要把所有的希望 都壓在美國身上 我們的外交部長 吳釗燮 吳部長接受CNN專訪 居然還跟人家美國記者講說 好險你們有保護我 不然大陸就要入侵 要侵略台灣了 一個外交部長 接受美國媒體的專訪 說還好有你們的國家保護我們 不然我們就怎樣怎樣了 第一個不是格 第二個丟人丟到國外去 吳釗燮 休息一下嗎 回來 好 我們要馬上請我們的社長 也要評論一下 我們說外交部長怎麼回事 竟然說美國要給我們外交 跟國防的支持 否則我們就會面對大陸的 入侵很脆弱 用Vulnerable這樣的字眼 真有骨氣的外交部長 我想這個2016年5月20號之後 這個台灣的執政者 從蔡英文一直到林全 或者說是賴清德 所有人重複講最多的話的 那一句話就是 台灣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可是如果吳釗燮 他尊重這句話 就是台灣中華民國 是主權獨立國家的話 他就絕對不會去講說 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 台灣就會被大陸入侵 台灣難道是別人的殖民地嗎 是美國的殖民地嗎 還是美國的保護國 我想一個所謂的主權國家 他要有主權國家的尊嚴 你看看韓國人 韓國的大學生之前 為什麼發動了好多次的 反美運動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丟臉 他們身為一個主權國家 竟然有外國的軍隊 駐紮在他們國境之內 這是他們最大的恥辱 但是如果我們的外交官 外交部長竟然把這種恥辱 當成光榮 還大啦啦的說 如果沒有美國支持 台灣就會被大陸入侵 大家更不要忘了另外一件事情 從鄧小平的時代 大陸當局不斷放出風聲就是說 如果台灣有外國勢力入侵的話 那大陸就有權利來介入台灣 就是說要用武力的方式來解決台灣 難道台灣要用這樣子的 外交部長的話 來激發起兩岸的軍事衝突嗎 我看大肯定 大肯定